番茄炒蛋你要软嫩的话 在番茄这个地方你一定要加一点芡汁 这样子蛋它就真的会很软嫩 好 来 番茄炒蛋是家里面 这个 很喜欢做的一道菜 大人小孩都爱 我们先把我们的番茄 有的人喜欢把皮去掉 对 其实如果不喜欢吃皮的话 你可以把皮去掉没关系 我们这边切 来把它切稍微厚片一点 切丁其实切厚片都行 好 可能很多人还不知道 还不知道说 其实应该番茄炒蛋 你应该要把两样东西分开炒 要把番茄先炒好之后 再来炒蛋 一起炒的话 其实那个效果会很差 热锅之后 冲下来 番茄 稍微用油把它炒一下 比较香 然后 营养也比较能够释放出来 这边 一定要加点番茄酱 第一个 它的味 风味没有那么的浓 第二个颜色没有那么好看 你加点番茄酱 比较浓 风味比较好 然后颜色也比较好看 所以一样 把番茄酱加进来 小朋友最爱番茄酱了 所以 你加番茄酱 他会很喜欢吃 番茄酱酸酸酸的 你加一点点的糖 好 稍微炒一下 哇 哇 这个味道就马上出来了 番茄酱下来味道就很浓了 比较说小孩爱吃啊 我闻了我都想吃 好 煎香了之后 加一点点的水 我讲过也有一些嵌汁 其实就是有一点 类似滑蛋那种感觉 这边番茄酱有咸味了 所以基本上我们就不再加盐了 那加一点点糖 酸酸甜甜的 好 给我一点嵌汁 这个时候像这个 太水了 所以我们要让它 稠一些 但是也不要太稠 就是有一点 黏黏滑滑的感觉 好 像这样子 给各位看一下 我倒下来的时候 各位可以看到 嵌汁是怎么样的嵌汁 像这样子 一点点 比浓汤还要再浓一些些就可以了 好 这边我们弄好之后 我们锅子稍微把它洗一下 锅子一定要洗哦 不然的话它很容易沾黏的 好 蛋这边 接下来我们蛋的部分 只要加少许盐就好了 因为我们的酱汁上面 我们的那个番茄上面已经有味道了 所以我们这边只要让这个蛋有基本的味道就可以了 我们把它打匀 来这边锅子呢 我们就加一点点的油 好 分开处理 番茄跟蛋我们分开处理 成品做出来 才会那个蛋又漂亮 蛋也漂亮 番茄也够味道 不然的话你一起做的话 味道就没有那么好了 好 好来我们把蛋放进来 这边就很快咯 因为我们前面已经做好那个番茄的部分了 所以这边你只要 蛋让它稍微凝固 差不多了 我们就把我们刚才 只要凝固就可以了 刚才做好的这个番茄把它放进来 拌匀 哇 风味非常的好 而且蛋不会像很多人在炒这个番茄蛋 炒出来感觉那个蛋是不熟的 或是蛋是碎碎的 跟花那个蛋的花一样 它要有这个块状 然后黏黏滑滑的感觉 非常棒 好 这样就完成了 好 这道番茄炒蛋 看各位你光看就知道 是不是非常的软滑 这就是我们番茄这边 你加一点芡汁 蛋就会软又滑 教各位做的番茄炒蛋